有朋友问我,也想去做水培种植叶菜 但是这个水培种植叶菜,好种不好种,好不好管理 担心自己做不好 根据我的经验,如果种叶菜,水培种植肯定要比机制栽培或者是土壤栽培 要好好管理非常多 但是有些人担心的是肥料 这个营养液应该怎么去做,实际上营养液这块比较简单 就是作为生长的,这些必须元素,或者你直接买那种无土栽培专用肥 然后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在这个中前期呢 依稀值呢,一般调到1.5 到这个中后期的时候,依稀值呢,调到1.8 严格按照这种依稀,这种数值,我们去配这个营养液 然后那个,这个循环这一块呢,用定时开关,基本上一个小时 循环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你只要你保证着大棚里面有电,通电都行了 你就不用管它了,基本上那三四天 进到棚里面去配一下,添加一些水,添加一些那个肥料就可以了 所以说是非常省工,省时,省市,省力,并且呢,几乎没有任何的病害的发生 夏天呢,可能会有些虫害 但是在这个病害的话呢,几乎是没有的 所以说呢,我感觉如果想种椰菜,水培是最好的选择 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个技术问题 实际上技术是一点都不难的 只需要你前期做好准备 就是做基础建设的时候,就是基础投资的时候 可能需要一些投入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了 好,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